臉上有蝴蝶斑 是紅斑狼瘡的鮮少呢 今天請周淑儀醫生跟我們講解一下 有可能是 不過紅斑狼瘡還有其他紅疹 例如有光敏感的皮疹 口整人生飛脂 脫頭髮 髮燒 關節炎等等 這些症狀可以同時出現 但亦可以在不同時段先後出現 要配合檢查才能確定成因是否紅斑狼瘡 紅斑狼瘡病比較常見於15至45歲的女性 女性患紅斑狼瘡比男性多9倍 現在科學昌明 紅斑狼瘡的治療亦大大改善了 幾十年前 紅斑狼瘡患了紅斑狼瘡 病發的死亡率其實都頗高 不過到目前為止 因為紅斑狼瘡的死亡率已經降至5%左右 治療方面也改善了很多 很多紅斑狼瘡病人 經過藥物治療之後 病情得到穩定 沒有什麼病徵 所以未必發現朋友當中 原來都有紅斑狼瘡的病人 這個病有沒有預防方法呢? 遺傳只不過是其中一環 主要是很多後天因素來影響 所以遺傳的因素佔少比例 大約1-3% 後天的影響 相信包括荷爾蒙的影響 因為紅斑狼瘡主要是女性 病情上比較多見 其次就是可能是一些環境的因素 例如細菌或者病毒的感染 刺激到臉系統 令臉系統亂了 產生紅斑狼瘡 另外還有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也可以刺激到臉系統 刺激到紅斑狼瘡的發作 如果家人有紅斑狼瘡病 有些地方就要注意了 例如一些增強忍疫力的保健產品 不要隨便吃 因為吃了可能是你的臉系統更加亂 變得更容易有紅斑狼瘡 除此之外 一些女性荷爾蒙膏的產品 例如鼻人丸、雪甲膏 都小心點不要隨便亂吃 至乎的病毒 אל焼傷 歸爾蒙膏的